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標準時間下午1點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世世 享年96歲 各國領袖發文哀悼 查爾斯繼任為國王 朝鮮通過立法自行宣佈 成為核武國家 可先發制人動用核武 打擊敵對勢力 五國7月份的失業率是2.1% 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 未來幾個月 失業率預計將繼續走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 您好 歡迎收看《一點新聞》 首先我們來關注 在位70年的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 在本地時間凌晨1點半左右 在蘇格蘭 巴爾默 勒爾堡 安翔離世 享年96歲 白金漢宮和唐寧街首府 將辦旗致哀 倫敦白金漢宮大門外 掛上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離世的公告 數以百計 英國民眾在得知女王事事後 紛紛聚集在宮外高場國歌 不少還帶了鮮花前往吊咽